今天非常的開心 我們可以邀請到 登溫登來的鼓手兼團長胡爾瑄 跟我們的主唱兼作曲 廖玄銘 來到我們的現場接受我們的專訪 兩位非常的開心 今天是兩位 但其實我們還有另外的 我們這個團其實是四位對不對 然後另外那兩位 一位是這個吉他手 然後另外一位是這個Bass手 四個團 就是一個團 然後四個人 你們的默契如何 先講一下 默契如何 音樂上很好 我覺得大家音樂 如果說團員彼此的音樂技術水平差不多的話 就很容易follow up 彼此的東西 但是個性的默契就差很多 你們這個當中就是 你確實有那個團長的一個 就是好像驅動力對不對 沒錯 爾瑄銘 對 算是 對 會鞭策一下大家 會一直往前跑這樣 那主唱今天作曲 就是我們的學民 你自己本身在這個團當中 你是屬於怎麼樣的人物 我年紀比較大他們很多 我像是哥哥或是保姆一樣 就是你看到說我們演出完 然後會有三個喝醉的小朋友 然後一個很清醒的大人 對 我就屬於那個角色 我算是 我喜歡做事情要思考很久 然後考量成本效益 所以我覺得事情比較衝動 所以當小朋友們 弟弟們還認真要做的時候 我會在後面拉住他們 我們認真討論一下 然後再做決策這樣 好 那可是你們的這個團名啊 感覺起來不是那種好像年輕人很爆衝 他好像確實是在你的那樣子的一個氛圍之下 因為單溫等來其實是非常非常溫柔的 是 你本身有很溫柔的這一面是吧 嗯 結婚之後發現自己有溫柔 我覺得我覺得溫柔 溫柔是可以培養的 哇 真的我覺得性格是可以培養的 然後當你面對溫柔的失誤的時候 無論是音樂也好家人也好 然後同事也好 我覺得都會讓你也試著學著變溫柔這樣 嗯哼 所以單溫等來我覺得這個團名 當時我們在學的時候 嗯 我就覺得 第一個因為 它DOWN IN DAYLIGHT 英文跟台語是合在一起的 是 對 單溫也是背風波 因為台中是盆地 然後DOWN IN DAYLIGHT是日光 是 我們想要這樣的意涵就是 每天不斷的期待日出 但是又受到背風波的保護 哦 台中每次颱風架都 沒有什麼嚴重 是 所以我覺得DOWN IN DAYLIGHT就是很台中意涵 當然我們自己知道很台中的意象 嗯哼 只翻成明南語 台語 就是DOWN IN DAYLIGHT又是一個很 期待你回來的感覺 是 溫柔的等待這樣子 這個團名取得 你說好不好 好啊 非常好 那你自己本身 就是 自己走音樂路 個性上面是屬於叛逆的 所以走成這種獨立樂團的風格 沒錯 我就是一個非常叛逆 非常衝 對 然後 然後也在尋找溫柔 我也在學著時間 在尋找這件事情 那樣子 嗯 但是怎麼講 就是說 這個樂團到目前為止啊 就是非常享受跟大家近距離接觸的人 其實就是你 沒錯 我很喜歡 在舞台上 面對觀眾 我覺得那個 那個回饋是最直接的 對 你 我如果今天看到我的 我的音樂 可能在網路上 點閱率幾萬幾十萬 跟台下 100個人看我表演 我會選擇 我在舞台上 了解 那是最真實的感受 對 他們看到他們流汗也好 他們看他們聽音樂 聽到哭的 對我覺得那個 那個 我覺得對我來說 那個才是最棒的事情 很大的肯定 很大的肯定 然後你們經過這幾年 然後真的有一批就是 稱呼你們為台中的驕傲的 然後你們需要這樣的場地 就是有至少幾百個人的這樣的一個場地 中型的場地 對你來說是最適合的 是 台中也需要更多這樣的場地 對不對 沒錯 像你們的場次才可以增加 沒錯 目前練團的一個頻率是多高 大概一週一次 平均一下有雙週一次 對雙週一次 如果說有演出或是有寫歌計畫的話 就頻繁一點這樣 可是你基本上你是作為這個 詞曲創作的部分 你是每一天都給自己 這方面的就是說旋律每天都要 是 對不對 對 所以我用手機 我睡前一定會用手機記錄旋 是 覺得今天感覺怎麼樣 然後文字也是 嗯 就每天反覆練習 就是都透過這樣的累積去 嗯 去引導我自己創作動力這樣子 嗯 好那跟我們講一下你們最新的曲子 最新曲子 目前最新曲子 如果你要在網文上聽到的話 就是我們第一首Mandarin 第一首中文歌曲 嗯 對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是因為 一直以來我們都寫台語歌網 嗯 然後我們甚至有寫英文歌曲 嗯 然後我覺得我當時很抗拒 有一點抗拒寫中文歌 是 因為我覺得我 想要用我 獨有 非常獨有 我自己有的方式 嗯 跟依靠 嗯 去詮釋我的個人經驗 嗯 但是 嗯 寫中文歌又是一個另外不同的 情境 嗯 因為其實歌詞上的表達又更 能夠發揮 我覺得台語有時候比較局限一點點 嗯 它有很多很深切的字 嗯 可是選擇 也許對我來講沒有那麼多 嗯 對 那華語的話就是很平復之序的可以 去表達的東西 那這首歌曲叫 沒有我獨我們 嗯 然後接下來我們MV籌備中 MV要上線了 嗯 然後 也準備要上串流平台 嗯 那這首歌就是 嗯 我看了很多身邊分手的朋友 是 對然後我覺得 其實 我給這首歌一個最大的註點就是 最後最後最大勇敢就是平淡 嗯 對 最大勇敢不是說我離開你我憎恨你怎麼樣 我覺得最大勇敢就是你學會平淡 嗯 會學會釋然這樣 是是是 我想要以這樣的心境去讓 有這樣經歷的朋友們 嗯 也知道說其實你試著勇敢 你試著平淡 都是一個很好的嘗試練習這樣 嗯嗯嗯嗯 OK 那團長就是我們的這個歌啊 他要變成就是所謂的這個專輯啊 是 你在這個地方是有夢的對不對 對 嗯 對 我其實 希望啊 希望就是 不管是今年也好 明年也好 我們可以做出我們當文拿來的首張專輯 是 對 這樣其實我們我們歌很多啦 我們歌非常的多 嗯 那製作專輯的時間一定會非常的久 是 那需要養精蓄銳 對 需要累積更多的能量 對 然後也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曝光的機能 你說很多明確規劃 對 嗯嗯嗯 對 就是一個很好的專案 就是你要步驟要確切執行這樣 嗯 我們需要一個經紀人 哈哈哈哈 沒錯沒錯沒錯 以上誠字 沒錯 嗯 其實真的有這個歌迷是心疼你們的 嗯 他的那個留言讓我們看到 我們會覺得說 他說 那麼好聽 然後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大紅特紅對不對 嗯 那對你們而言 你們早就把這個部分就是 看得很清楚了 因為你們選擇做的是獨立音樂 嗯 對 我還是必不能免俗的就是 稍微跟我分享一下 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你而言 你選擇獨立音樂 他 嗯 要用什麼樣的 就是教會你的這個聽眾 去看待獨立音樂 看待你這個團 嗯 嗯 我們是有我們的定位在 沒錯沒錯 沒錯 我覺得 對我而言 嗯 在當獨立這個團裡面 嗯 我們講獨立我覺得就是 呃 我們的產製模式是 由我們四個人自己一手完成 嗯 所以 我們都知道說工作時候 或是商業上 人一多就會很多意見 嗯 你可能就會有更多的拉扯 嗯 我覺得四個人在 一樣有音樂默契上去 濃縮那個東西是 剛好的 嗯 然後我覺得 我可以鼓勵聽眾們說 在看待獨立音樂的時候 嗯 其實 我們不會把商業化或賺錢 想成是邪惡的事情 嗯 因為你必須要有商業模式 你才能長久走進行下去 是 而是說我覺得 呃 要去理解說 我們有很明確的分眾市場 嗯 我希望我的歌帶給誰 怎麼樣的體會 嗯 然後我們一樣的 我們的東東南的樣貌 嗯 跟我們的 性格也好 我覺得這是越來越明確的 嗯 就會變成一個很 在茫茫的音樂市場之中 一個很無法取代的存在 嗯 真的真的 那團長呢 對你而言就是 嗯 你本身是非常追求自己的一個實現 對不對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會走獨立音樂 你的家人會很驚訝嗎 嗯 曾經驚訝過 嗯 但是也不驚訝了 哈哈哈哈 這個世界也不驚訝了 嗯 那反而是 反而是 現在是一種支持吧 嗯 就是全力的支持 嗯 對 如果有演出在台中 那他們有時間都會去現場看 嗯 我覺得這是 這是最棒的支持 來現場看 嗯 畢竟當初是他們 讓你去 是啊 讓我去學啊 對啊 對啊 支付學費讓我去學習這些音樂 嗯 對我覺得 就 蠻不錯的 嗯 就是他們在 嗯 底下看台上的你 對 有看到不一樣的你 對不對 對 那是真的不一樣的我 是我 最專注的時候 專注在一件事情的時候 嗯 對 因為我是一個屬於比較容易分心的人 是 對 那在台上 對 我曾經那個 曾經之前啦 嗯 就是阿嬤過世前 八十幾歲 她做輪椅 嗯 對 就是那一場 就想說離家近的一場演出 OK 也是想辦法請家人 一定要把阿嬤帶過來 是 對 那是阿嬤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看我表演 是 對 然後那場我就覺得很感動 欸 至少 我有讓我的家人知道我在幹嘛 嗯 對 然後我不是做 我玩樂團不是做一件壞事 嗯 對 我是享受在音樂上面 嗯 那你自己呢 就是阿辭曲這件事情 對你來說是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創造 創作的過程 我覺得 嗯 辭曲這件事情 是 反思的過程 嗯 對 你可能把我自己 發生過的事情寫下來 然後用怎麼樣的角度 重新去詮釋這個故事 嗯 那我覺得 創作的時候你一定會去考量到說 怎麼樣的 旋律跟歌詞 聲韻或是合的 嗯 那在這樣過程中其實 也會去更講愁用字的進缺 是 那我覺得就是 在不斷的 因為要進缺就有局限 是 在局限跟追求 開放自由的過程中 我覺得就是 呃 一個讓自己 我就自我實現的感覺 嗯 從小到我是個音樂家 我是個音樂家 我是會寫歌 嗯 然後在 局限開放局限開放這樣的過程中 就覺得自己好像又 可以慢慢把自己的層次拉高這樣 是 你還會去讀詩對不對 對 最近讀的是徐沛芬的詩集 好喜歡 然後那個陳凡琦 對也很讚 嗯 然後我覺得讀詩也是 嗯 吸收 不同的 老師們 不同的藝術家們 他們的 創意接近 是 那你知道嗎 你 就是 相對於詩人 因為詩是有韻律的 沒錯 可是你 你每次寫下來的文字 它是有 它不只是韻律 它是有那個旋律的 所以又多了一層 對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基本上 對你來說 人家看詩是沒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可是在你來看 詩能夠被表現出來的各種可能性 到你這邊可能更多對不對 對 你不覺得這很棒嗎 對 之前我一個朋友他們團叫Limi 很有名的團 然後他們就跟一個詩人合作 就是把他的寫信說 我可不可以把你的詩寫成歌 然後他們就合作 超美的合作 如果有機會我也想要這樣做 一定會有這個機會的 所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們對於 丹溫鄧來的一個短中長期計畫 好不好 OK 你們的希望 你們的願望 都在這邊 這個地方講一講 會實現喔 發一張專輯 短期 短期就是這樣 實體作品 因為現在講所有的話 我們都線上做 但其實實體作品 除了第一個到獎項 它是一個很有溫度的東西 它是一個你可以擁有的 可以讓歌迷擁有的 可以讓歌迷擁有的 我覺得這個很好 很耐取代 對 現在走說 線上音樂可以客製化 你喜歡那個演算法 把你設計的歌單 你自己會的 但是你無法擁有 你拿不到手上 那我覺得實體專輯的話 可以拿在手上 而且也兼顧了那些 老人家們 就是他無法用 是 我的誰是誰 他有這個東西 所以短期目標 我們會以 出專輯為主 那中長期的話 當然是 我們必須建立一個 良好的商業模式 那這個商業模式 就必須要能夠 讓團可以 用團的方式來經營 然後長久經營下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 短中 中長期的目標 這樣 好 那可以請團長 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 你對於登溫登來 就是等於說 它其實是 有捨有得的一個過程 是 然後現在想起來 當初最早我們的成團 是什麼時候 成團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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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對 也過了蠻久的時間 在這個市場上面 你覺得 你有得到 你們的這個 就是 樂迷的一個很好的支持嗎 我覺得 你想要謝謝他們 趁這個機會 對我覺得有 而且我覺得 我以前是 我以前是 我以前是不太會去記人的 對 就是我不太會記說 這是誰 但是當我隨著 就是這幾年這樣看下來 我覺得很常 怎麼這場又是 這場怎麼 又是他上第一排 雙面孔 雙面孔 兩次三次四次五次 到十次的都有 是 到最後都來 怎麼每次都是你來找我們拍照 對 我覺得那 就是真的很感動 那就是你真正的粉絲 真正的鐵粉 對 沒錯 對 我就覺得 而且那些 他們都是很平面在宣傳我們團 對 我覺得很開心 反而覺得我們好像 我們自己還比較被動 對對對 你們就你們音樂人的那個 獨立音樂團的那個性格 那跟我們講一下就是 最近的一場活動會是什麼時候 讓他們去找你們 最近的活動在 4月4號到4月6號之間的 那個親密連假 我們在墾丁的台灣季 對 然後這是一個非常盛大演出 三天的音樂季 免費的 對 但是就是因為墾丁 所以 注意安全 交通跟住宿都是要注意安全 但也我們希望大家找我們玩的開心 你們樂迷都很有經驗 但是你們想要吸收的是新的樂迷 也是沒錯 我覺得很大一部分是 你知道做生意有那種常客跟過路客 是 我們我們的很多的新樂迷就是路過天道這個演出 就天下來看 好棒喔 對 我們有很多的比例是這樣子的 我很清楚你們這個樂團 絕對是可以讓你們的這個樂迷 黏著你們的 謝謝 今天真的很榮幸可以邀請到我們的這個 單溫鄧來的鼓手兼團長爾瑄 謝謝 還有我們的主唱兼作曲學名 謝謝你 然後幫你們團團員去跟大家打個招呼 然後我們就結束這場專訪 沒有問題 我們還有我們的吉他手一千 吉他一千 對跟我們的被子手有君 沒錯 好 再次謝謝接受我們的專訪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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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